高科技产业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首相拿督西里安华表示 昌明政府致力开创一个高科技和创新驱动的未来 他有信心在国际企业陆续投资我国家 将能够为国人带来高薪工作 安华今天中午在官方脸书转发世界经济论坛 声称我国崛起成为全球半导体明日之星的铁文表示 他对我国人民的潜力 以及我国经济的光明前景和未来充满了信心 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在脸书发布的视频内容 描述我国的半导体领域蓬勃发展 尤其享有东方西谷美誉的槟城 在去年就获得了价值128亿美元 只合约610亿令吉的外国直接投资 超过了过去七年的投资总和 是半导体领域不可小觑的信心